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遭遇很大的争议 毕竟这几位都是海外选手的top级存在 尽管说事后公司做出回应 表示早期的声明不代表官方立场 同时也删除了当初的网页言论 也为此做出道歉 但并未表明自己的立场 因此对于爱回公司的回应 诸多网友认为毫无诚意 毕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也太过于敷衍了事了 同时 米卡 庆莲 丽丸 赞多虽然全程躺枪 但哪怕是现在大火的选手 很多网友还是要求他们退赛 至今为止 就连节目组也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 本来现在已经让节目组头大了 但现在创丝又遭遇到了新的问题 由于今天将开始录制第三轮公演的内容 早期 各位帮唱嘉宾以及分组情况都提前遭到了曝光 同时 从这些艺人的行程来看 也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但现在又有娱乐博主爆料 表示龚俊退出了创丝第三轮公演的帮唱环节 但本人还是会到场录个面 同时 节目组也找了应堂少女303的刘仙宁紧急救场 消息一出 瞬间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其中也公开了龚俊退出的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行程太满了 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彩排 所以才无奈退出了第三轮公演的帮唱环节 尽管消息的真假还不得而知 但如果最终确定 也能让人理解 毕竟现在龚俊凭借山河令大火 可以说是粉丝无数 通告肯定安排得非常满 而从另外一方面来分析 刘仙宁的加盟反而让帮唱嘉宾达到了平衡 毕竟今年是男团选秀 其他都是女艺人帮唱 只有龚俊一个男人 反而让网友们有一种违和感 换成刘仙宁清一色的帮唱女嘉宾 这样 他们跟404弟弟们的互动也更加的有看点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